澎湖三天闹元宵 位于卫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 邻居的新人里长王太平率领志工团 县长陈光复、议长刘成招领及议员等 提前来与月明同乐 主任庄华州带领老人之家用心良苦赢的好评 活动由新人里长王太平率队 用机车拖着里亚嘎 在青子龟来到老人之家 并在澎湖康安宫传统艺术团开路 一行人浩浩荡荡前往卫福部老人之家 把节庆平安喜乐 分享给老人之家的愿名 议长得陈昭霖亲自制作 彩绘访片归赠给老人之家 由庄华州主任代表老家 收下议长的祝福 来给大家请回收 平平的请回收 新年头 大家欢迎来看大家 平安、顺势 欣赏自财 谢谢 谢谢 我们大家团队 我收帖的这家 童谦区和团队帖的不太难 团队帖就是送给我们阿公阿嬷 但是我这家帖 我这家要送给华州省略 对哦 我们阿公阿嬷 在老家能够收到这么好的一个照顾 我们会分享感谢老家的主任 带领着这个团队 就叫过来这家阿公阿嬷 所以我今天要特别与 我自己彩绘首位的这个 这个红片夫 送给老家 送给主任 也期盼在座的各位志工 各位老家的各位好朋友 大家都能够 合家平安 健康快乐 暖心庆元宵 陈县长与刘成招林议长 议员旅黄春金 陈育仁 市长黄建宗等人一起 将平安面包柜 发送给老人之家的长者 以及服务人员们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长者们看到来了这么多长官都好开心 收到软面面青子柜 更迫不及待 马上开起来吃 只会好吃 虽然不能出门 也能感受元宵节的节日 主任庄华舟表示 网林为增加长辈社会参与机会及权益 都会带领长者至社区公庙 进行植碑起归活动 这两年因为疫情防护措施 感谢长官等人 让愿民能重温传统节庆活动 记者王海龙报道